鼠像在转运的周易中有不可或缺的意义,经常会有一些毛山术士拿鼠像去和人的气运,而男人要想彻底改掉梅运,可以找跟自己鼠像陆和的女人在他的特殊时期同房。 我没想到在公司低谷期,合伙人阿伟竟提出让我去转运,一推开门,眼前的女人似曾相识,阿峰好久不见,阿伟是我的合伙人,我们是同庄校友,也是老乡,毕业后为了闯出一片天地,我们决定自己创业,说来也挺幸运,公司第一年就盈利颇多,可好运没持续多久,最近市场动荡大。 我跟阿伟的好几个大单都被人截胡,没了大客户的支持,再这样下去,供货商一断,公司摇摇欲坠,想到这些,我跟阿伟就忧心忡忡,阿伟比我聪明,每次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,他总是能用一些我不知道的手段,出其不意地解决危机,这次阿伟不知道从哪里听说,找个属相陆和的女人解危机的方法。 硬拉着我是,一开始我是拒绝的,因为我有个即将要结婚的未婚妻,这事要是让她知道,铁定要跟我翻脸,于是再三推脱,可阿伟对我苦口婆心。 阿伟,你就当为公司牺牺牲一下,你这是未婚妻,不是还没有结婚吗?谈不上什么背叛。 可万一小兰发现了,我跟她的婚事直接就吹了,要不你去?我皱着眉看向阿伟,我要是能去,还用得着来为难你。 阿伟说着,谈了谈手里的烟灰,兄弟,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里的那母老虎,她知道我俩铁定离婚,你也不想我好不容易成了家,变成孤家寡人吧? 可是,可是,可是什么可是?就这么定了,就当为了公司,委屈一下,等公司这次危机度过了,你给小兰买个钻戒弥补一下。 阿伟说着,伸出右手向天启示,我发誓行不,这事你放心,天知地知你知我知,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的。 我见阿伟一副不容置疑的模样,再加上公司是我的全部心血,于是咬着牙点了点头,这就对了吗?阿伟拍了拍我的肩膀。 兄弟,委屈你了,择日不如,撞日就明天了。 紧接着我跟阿伟商量了下细节,他还给我发了很多转运的视频,动作还有时间都是有讲究的。 结束后,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家,一进门,就看到小兰侧躺在沙发上,雪白的肌肤,又长又直的大腿,让我忍不住上手摸两把,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? 小兰说着,勾住我的脖子,正好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个惊喜。 说完,小兰就起身,将我拉到厨房,当当当,这是我新研究的菜式,怎么样,还是老婆我爱你吧? 看着眼前这一幕,我不禁内心涌出浓浓的歉意,同时还有深深的自责感,我自责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让小兰过得更好,要是公司真的黄了,这之后,吃糠燕菜的日子,才是真愧对小兰。 突然觉得,阿伟说得对,大不了事成以后,买个贵重的礼物弥补一下,我将小兰搂在怀里,我老婆就是天下第一好女人,不过跟这些菜相比,还是人更秀色可参。 话音刚落,我直接拦腰抱起小兰,任由她害羞地窝在我的怀里,随着卧室的门,被我一脚重重地踢上,我将小兰放在床上。 抚摸间,我深深地稳住她的唇,舌头在齿间萦绕,我贪婪地感受小兰身上的温柔,小兰满头细汗地趴在我的怀里,看着眼前的小兰。 我突然想到明天那个来转运的女人,不知道会不会跟小兰一样,又软又香,因为我看过阿伟给我发的转运视频,上面的女人个个身材火辣,在床上的服务也十分专业,很有一套,想必阿伟给我安排的转运女人也应该如此敬业。 隔天,一大早,阿伟就给我打来电话,因为要转运,所以时机很重要,我们定在了当天的傍晚,挂完电话,想着晚上会有场硬仗,我就接着躺在床上蒙头打睡,准备养精蓄锐一天,省得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,这一睡就到了下午,等到我被小兰含醒,已经快到约定的时间。 于是我匆匆进了浴室冲了个澡,便借口,有饭局离开了家,瞒着小兰出了门,心情是逐渐的雀跃,既然已经做出决定,我开始对和转运女同房的过程有些期待,毕竟是在特殊时期同房,此前总是听说这个时期同房。 男人的快感是无以复加的,只可惜,这期间同房对女生而言,是对身体的一种亏欠,所以我从来没有跟小兰试过。 那时我还在感叹,什么时候可以体验一下,没想到这机会就这么来了,我带着激动的心情,不由地加重了脚下的油门,生怕误了转运的时机,到了酒店,站在房门口。 我开始变得更加的紧张和期待,就在我准备伸手开门的时候,门从里面打开了,暗红色的射灯下,站着一个身穿紧身低胸连衣裙的女人,这身材前凸后翘,从背影都能看得出来女人的尺码不小。 一点都不亚于小兰,反而更甚,见我走进房间,女人转过身来,风哥,要不要先去冲洗一下? 哦,好,第一次跟一个陌生的女人,在这样的环境下,很显然,我有些局促不安,冲洗中,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,宽胸窄背,还有因常年锻炼,保持的六块腹肌, 让我瞬间沾沾自喜,至少一会,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向她展示我的全部,我简单地冲了一遍,随即裹着玉巾走了出来,刚出来,就正对女人的双眸,面具女走上前抚摸着我的胸肌,风哥,就当这是一场美好的邂逅吧。 说完,她伸手拉过我的玉巾,然后一步步引导我走到里间走,这个女人真的好会,简单的几个动作,就把我的心勾得痒痒的,我乖乖地跟着她走, 我内心不由地一阵慌乱和兴奋,来到床边,女人示意让我坐在床上,而在我坐下的一瞬间,她直接撩起自己的裙子,坐在了我的大腿上,胸前的两团柔软抵在我的眼前,紧接着她不安分地朝前挪了挪,女人抓起我的双手,按在自己的腰上,风哥搂着我, 她俯身在我的耳旁,你的身材可真棒。 女人说着,软绵绵地将我的头搂在怀里,又香又软,你也不赖。 话刚说完,女人就朝我的耳边吹着热气,我顿时全身燥热,咽了咽口水,接着,她抚摸我的喉结,亲吻着我的耳朵,指腹地轻轻触碰, 让我全身软绵绵地酥码,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,嘴巴也很快被她稳住,舌头柔软地伸入我的口腔,向生物的触角越甜越深。 这样的法式热吻,顿时让我情动不已,才一会功夫,我就情不自禁地将女人搂入我的怀里, 我轻轻地喘气,张开嘴咬住她的红唇。 女人健壮,将自己的衣服扒开,伸手将我的头按住,我低着头,掐住她的腰。 女人一面扭动她水舌般的细腰,一面抚摸我的脸庞娇, 我下意识地将女人翻转地压在身下,我去拿小伞。 女人这时笑了笑,勾住我的下巴。 风哥,想要彻底给你转运,不能用小伞,我们必须是零距离接触,才能得到最后的福报。 可是,我皱着眉,不怕溢出来。 女人摇摇头,拉住我身下的浴巾,将我用力拉起,怕什么? 站着玩,就不会,而且感觉上还更刺激。 我一听,正在了原地,没有任何措施,要在精气量最大的时候进入, 会不会有些太过于血腥,血溅四方的场面,未免太过刺激, 尤其是沾染上黏乎乎的精血,指不定会有细菌感染。 想到这,我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,我开始有些犹豫,陷入一丝纠结。 可此时,眼前的女人慢慢吞去自己身上的长裙。 一点点向我贴近,我看到眼前这香艳的画面,不由地喉结滚动,慢慢地。 我伸出手开始抚摸,男男声中,我抬起女人的腿,越靠越近。 就在这时,我的手机响了,女人和我面面,向去。 动作停在了半空中,我拿起电话一看,是小兰,顿时心慌意乱,刚燃起的浴火,被生生地浇灭了。 小兰怎么在这个时候,给我打电话,难道是有什么突发的状况? 女人,也被突如其来的电话乱了兴致,连忙走到一旁,用被子将自己包裹成一团,接还是不接。 不接要是小兰真有事,可怎么办,我愁愁不定。 最后还是咬着牙接通了电话。 喂,老公,你现在在哪儿呢? 我,我在公司呢,怎么了? 你忘了吗?今天是我的生日,我还邀请了阿伟他们,你忙完就赶紧回来吧。 你的生日,我怎么能忘呢? 行,我这就回来。 我说着急匆匆地挂断了电话,看来今天这运势没办法转了,不过我反而松了一口气,这样玩下去,搞不好还真要出点事,不行就下次再约。 得知同房不用小雨伞后,我内心既冲动,又有些难为情,万一要是出点岔子,别运没转到,自己还折了进去,虽然心有不甘,但还是有些为难地告诉眼前的女人马上要离开。 哎,真是不好意思,我们约下次吧。 我说着叹了口气,女人无奈地摇摇头,只能这样了,那你先走,我等会再出去。 好,我再跟你联系。 说完,立马转身离开房间,回去的路上我踩足了油门,为了不让小兰起一心,我特意绕了路去了东郊那家蛋糕店。 买了蛋糕,就在快到门口的时候,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,像是今天给我转运的女人。 我开着车打着车灯朝前看着,发现眼前除了空旷的路面,什么人影都没有。 于是我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,肯定是这两天太紧张了,眼花了,之后便提着蛋糕上了楼,一进家门,就看到阿伟带着她老婆文倩坐在小兰的对面。 此时的小兰已经喝得有点上头,她脸色胀红,见我回来一阵起哄,非要我自罚几杯,几杯酒下肚,本就不胜酒力的我醉得迷迷糊糊,昏尘间,我看到文倩起身给我倒酒,那身形和动作像急了今天在宾馆给我转运的女人。 文倩笑着向我递来酒杯,传递间,她的手指触碰到我的手背,我不由得全身一胀,酒杯洒了一身,文倩连连道歉,我白白手说着进去换身衣服就好了。 没想到我前脚刚进卧室,后脚就被人从后面搂住,我心想,肯定是小兰,每次醉酒微醺后,小兰都十分主动。 于是便彻底地放松下来,朦胧间,只觉得有一只小手抚摸我滚烫的胸膛,那手法,那伎俩似曾相识,就像是刚刚经历过一样,我迷迷糊糊地喊道,老婆,别闹。 话音刚落,身后的人发出了咯咯的笑声,这一听就不是小兰的声音,我立马清醒过来,等到我再度转身的时候,发现身后一片黑暗,房间外传来了小兰的嬉笑声。 等我出去的时候,小兰正和阿伟打闹着,而文倩已经不知所踪,阿伟,你老婆呢? 我说着,朝四周看了看,我喝了酒不能开车,她去楼下挪车了。 阿伟说着,上前将我拉了过来。 怎么? 你喝酒喝上瘾了,连我老婆都不放过。 兄弟,你喝多了。 我说着,将阿伟按在位置上,就在这时,门口响起了敲门声,一打开门,是去楼下挪车的文倩。 阿峰,我要带阿伟回去了,今晚谢谢你们的款待。 说着静止上前扶住阿伟,触碰间,我在文倩的身上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,像极刚刚的味道。 然后我转身看了看半趴在桌上的小兰,脑子里是一连串的疑问,我肯定是疯了,刚刚那个人怎么会是文倩,当着自己老公的面去抱别的男人,这不像是文倩的行为,更别说给别的男人转运了。 况且,那转运的女人,还是阿伟自己推荐的,就算在有什么不得已的苦中,也不会把自己的老婆往外推吧。 我肯定是这段时间压力太大,造成了一响。 当晚,我把小兰安顿好,便迷迷糊糊地在沙发上睡着了。 睡梦中,我看到那个转运的女人,匍匐在我的脚下抬着头看着我,然后她一点点揭开自己的面具,文倩。 我突然惊醒,全身冷汗,我揉了揉眼睛,看了眼墙上的钟,已经是隔天的中午了,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,可刚才的画面太真实了,再加上昨天种种迹象。 我开始对转运的女人产生了好奇,难道真的是阿伟的老婆,正想着,手机的屏幕闪烁着,是一串陌生的号码,我不紧不慢地接起电话,喂,您好,哪位? 是我,风哥。 女人的手指敲打着电话,今天可是我惊奇的最后一天,我们还要不要再续前缘? 这声音又打又细,根本不想闻欠的声音,难道我多想了,见我沉默? 女人接着说,风哥,你这运钥匙不转的话,我可就挂了,后面再想有好时机,可就难了。 一想起公司的危机,我就立马冲着电话那头道,今晚八点还是老地方,房间号我发给你。 不管这个方法有没有效,我一定不能让公司被拖垮,挂完电话,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,然后坐等晚上的同房,到了时间,我借口回公司加班,开着车直奔酒店。 这次我熟能生巧地开始直奔主题,一进房间,我就急切地扯开女人的衣服,女人后退了两步,随之将自己的腿绕在我的腰间。 见女人如此会办事,我也就毫无顾忌地将她抱进房间,眼见女人被扒得只剩一件衣服的时候。 她突然抓住我的手,风哥呆会记得用力一些。 这娘们是真够伪,整个过程中,女人脸上的面具狠狠地焊在自己的脸上,丝毫看不到女人的样子。 这更让我产生了好奇之心,可还未等我发问,女人就整理好着装,离开了房间,由于体力用得太过,我怕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 不知过了多久,我在一阵响铃中惊喜,迷迷糊糊地我拿起电话。 电话那头是大客户马老板的声音,小峰啊,我是老马,这边我们还是觉得用你的货,合同可以立马跟你签。 什么?我一阵惊喜,谢谢马总的认可,我马上回去打合同。 挂断电话,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阿伟,这意味着公司的资金不再岌岌可危了,难道真的是阿伟的这个办法奏效了? 没想到,跟自己属乡路合的女人同房还真能转运,我想着赶紧往公司赶,合同打完后,我就准备回去找小岚庆祝一下,但一想还是得先跟阿伟碰个面,商量下接下来的公司方向。 于是掉过头,直奔阿伟的家,就在快到阿伟家门口的时候,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走进了阿伟的家。 是小岚,这个点她来阿伟家干什么?难道是找我?我见状紧随其后,谁知就在我准备给小岚一个惊喜的时候,这两人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吓。 阿伟竟然搂着小岚在门口就亲吻起来,两人如胶似漆,就像是在热恋的男女,热情的拥吻,让两人一时间都忘记了关上大门。 我站在楼梯口,脑子一片空白,我最好的兄弟竟然跟我的未婚妻搞在一起,就在我准备上前质问两人的时候,被身后的一股力量拉了下去。 那双捂着我嘴巴的手像急了昨晚给我转运的女人。 我一转头,竟是文倩,虚,我们找个地方聊聊。 文倩说着,拉着我来到了小区旁的咖啡店,说真的,看到刚刚那个场景,是个男人都会忍不住想上前把两人按在地上摩擦。 看样子,文倩早就知道阿伟跟小兰的事,可他为什么不说,还拉着我跑了出来,见我沉默不语,文倩将眼前的咖啡朝我推了推,你刚才都看到了。 我老公跟你老婆搞在了一起,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? 我说着一脸愁容,给你转运之前知道的。 文倩说着,免了一口眼前的咖啡,是不是觉得很意外,为什么我会去给你转运? 还真是你! 我一脸惊讶地看着文倩,你为什么要这么做? 难道阿伟安排的? 他没那么丧心病狂。 文倩说着,朝远处望去,转运的事是我告诉阿伟的,那是因为我想报复他。 小兰睡了阿伟,那我也要睡了你。 但是,我又不甘心只这样睡你,所以今天你在公司的时候,我故意发了短信给你,就是要让你看到这一幕。 然后呢? 我说着一脸不解,我看你也是疯了。 文倩冷笑一声,我是疯了,难道你不愤怒吗? 我要让阿伟付出代价,但是我需要你的配合。 配合? 你想我怎么配合你? 阿峰,我想你拿着公司的名义去借高利贷,然后将公司转给阿伟。 文倩说着,看了我一眼,我要让阿伟人才两世。 话刚说完,我就满眼拒绝,我怎么可能拿我的心血去赌,大不了就跟小兰和阿伟老死不相往来。 只要留得青山在,不愁没柴烧,见过我默不作声,文倩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,他握住我的手温柔道。 阿峰,你是不知道阿伟要怎么算计你,即使你不想那么做,最后他还是逼得你把公司都给他,他还占有了你未婚妻,与其那样倒不如先下手为强。 是啊,文倩说的也不无道理,阿伟先不仁,也不能怪我不义,至于心血嘛,只要有钱,都可以重新开始。 于是我跟文倩达成一致,我事先用法人的身份拿着公司去各种抵押,等到债务累累,我就坐等阿伟露出狐狸尾巴,之后我又在小兰的包里放了跟踪器。 只要他跟阿伟秘密约会,我就跟随其后,为的是怕手小兰找我大闹,终于在转运后的第五天,阿伟按捺不住了,他给我打了一通电话,电话里他气急败坏,阿峰,你赶紧到我家来一趟,我要当面跟你说。 我握着电话淡定道,好,来到阿伟家,小兰和文倩都在现场,文倩哭得倒在地上,我一看就明白发生什么事了,于是我上前坐在沙发上,看了几人一眼,说吧,这么着急,把我喊过来,是为了什么? 你还好意思坐?阿峰,你怎么能这么对我?阿伟说着,将一卷录像甩到我的面前,就算你想公司好起来,你也不能用这样的手段,况且,还是跟我的老婆。 话刚说完,小兰就扑了上来,阿峰,你,你简直丧心病狂。 小兰哭着上来,捶打我,我不禁摇摇头,反抓住小兰的手腕,够了,事情已经发生了,你们想怎样? 我,什么我们? 阿伟说着脸仗的通红,阿峰,我们兄弟多年,你做这样的事情,还这种态度,痛快点。 我甩开小兰的手腕,静止走到阿伟的面前,你把这些录下来的意义是什么? 直接说,别吞吞吐吐,既然你打开天窗说亮话,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,这公司是我们两个人的心血,但是因为你先背信气在先,我要的很简单,你的股份都给我。 阿伟边说,边从包里拿出一份股权转让书,欠了他,这事我就不追究了,不然够你在牢里待几年。 行啊,我冲着阿伟笑了笑,兄弟,我不光公司给你,女人也给你。 我说着,将小兰推到阿伟的面前,这样你人才不都两全了。 随后我看了眼地上的文茜,这时文茜猛地站起来,撕扯着阿伟的衣衫。 你这个混蛋,你什么时候跟人家未婚妻混到一起的,我要跟你离婚。 你这个疯婆子,离就离,反正公司,这你别想要一分钱,带着你之前的嫁妆滚得远远的。 阿伟说着,用力推散文茜,我上前阻挡,却被小兰拉住。 真是婢子,配狗天长地久,亏我还一心一意地带这个女人,关键时候还向着别的男人。 我不屑地看了一眼小兰和阿伟,然后扶着文茜离开了阿伟的家。 第二天,文茜就跟阿伟办理了离婚,阿伟还兴冲冲地拿着离婚证去找了小兰。 就在两人商量着什么时候结婚的时候,我带着债主找上了门。 我现在已经不是这家公司的法人了,你们要还钱,就找这个男人。 我说着,指了指眼前的阿伟,对了,要是他手上的钱不够,眼下这套房子,我听闻是阿伟全款买的,应该可以抵一些。 话刚说完,债主就一哄而上,个个都找阿伟要钱。 你,各位大哥,我是真的没钱。 阿伟说着跪了下来,这公司真不是我的,你们要钱别找我。 怎么不是你的,这白纸黑字上都是写的你的名字。 其中一个债主说道,见对方人多失重,阿伟只能认栽。 据说我走以后,债主们将阿伟围住暴打了一顿,然后将他所有的财产都变卖了。 最后还道歉一百多万,虽然说我这招够狠。 但比起之前阿伟算计我的伎俩,真是九牛一毛,之后阿伟找小兰帮忙。 可那女人见风使舵,不仅不帮,还想来找我重归于好。 这样的女人,我见一次就恶心一次,可没想到被我拒绝后,小兰在回去的路上被走投无路的阿伟拦截,两人在争执中一死一伤。 最后,阿伟因故意伤害罪被判了刑,而我也只是在清明冬至的时候去坟地上,看看那个曾经我想娶的女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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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